美国海军部署在红海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陷入被胡塞姆装导弹命中的一云 已经10天了 最新卫星照片显示 这艘航母目前依然在胡塞姆装打击范围外的 胡海海域活动 为了证明它没事 美国海军可谓是想尽了办法 美国防务博客网站近日称 位于红海海域的艾森豪威尔号 连续向北移动多天之后 从4日开始又向南移动了一小段距离 其位置远离早先的交火区 但也没有完全离开野门附近 此前五角大楼宣布 这艘美国海军现役第二陈旧的超级航母 将在红海海域继续巡逻一段时间 尽管胡塞多次宣布对它发动袭击 但美国海军坚持宣称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报道提到 公布的照片没有表明这艘航母受到任何损坏 或遭到袭击的证据 也正以为双方都没有拿出可靠的证据 艾森豪威尔号到底有没有被胡塞武装导弹命中 成为社交媒体上持续热烈讨论的话题 美国媒体也在忙着为艾森豪威尔号 遇袭的各种传闻辟谣 美国福布斯网站7日就专门解释称 目前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美国航母 遇袭受损照片 都是以往的事故照片或经过PS的伪造照片 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则专门为艾森豪威尔号的功绩歌功颂德 报道称 在过去五年中 它是美国海军最繁忙的航母 从2020年1月17日起航部署算起 这艘航母在五年执行了三次海外部署计划 总计556天 相比之下 第二忙的是罗斯福号 为474天 从去年12月开始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大机群 就在湖海与湖赛武装进行了多次交火 报道还提到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舰长乔达 希尔已经开始每日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航母动态 试图证明航母没有受影响 但问题在于 他早先发布的视频 被网民发现拍摄时间是今年3月的旧货 如今每日更新的说服效果就大打折扣 甚至还有人反过来警告说 他的这种行为泄露了军事机理 就目前艾森豪威尔号遇袭这个话题 在海外社交媒体流传的趋势来看 美国海军尽管做出了种种澄清努力 但似乎效果甚微 或许只有真的像很多网民建议的那样 邀请媒体记者登上这艘航母来场现场直播 可能才有说服力 毕竟胡塞武装已经很不厚大地 得出了在直播期间不发动袭击的导致 不过来 感谢观看